2020年8月12日 袁崇幻墓第17代守墓人蛇佑芝 因病在北京逝世 享年81岁 消息传开后 媒体纷纷报道最后一个守墓人走了 对于蛇佑芝这个名字 国人可能无比陌生 可他的家族世代为袁崇幻守墓 至今已有393年 其背后的故事催人泪下 故事要从袁崇幻被崇禅皇帝临时杀害说起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 国立江河日下 而东北女真族在努尔哈赤的手中日益强大 并建立了后京政权 随即向明军开战 结果明军一溃千里 接连失地 天启二年1622年 努尔哈赤率精锐六万大军攻打广宁 大战一触即发 此一约14万明军参战 结果大败 黄化珍与雄亭碧只能率残部退守山海关 辽西土地近施 四十多座城池尸首 大名边关岌岌可危 广宁失守后果不堪设想 这一位后京通向山海关的门户洞开 史书记载 满目兵险 河西七百里边城 据为危境 关以外几成异域 反观退守山海关的残部凄惨无比 山海一关只有残兵五万 皆必依够面 一代成员仁只薄他匹 夺成内气 谢田塞莫为查验 而溃兵逃民俱如斗之城 互商互略 历坚受散之事 事已至此 大名庙堂死气沉沉 绝大多数官员是官外为死地 都不敢到官外任职 说是屡拜之后 人情入官一步变为乐园 出官一步便是鬼乡 袁崇焕当时在御史侯巡破格提拔下 进入兵部任职 当时朝廷认为应该派人镇守山海关 袁崇焕认为自己机会来了 从此 袁崇焕的名字家喻户晓 而他最终的结局却令人唏嘘不已 1626年 努尔哈赤亲自率领13万精兵直扑宁远 当时守兵只有区区万余人 袁崇焕却丝毫不惧 得知强敌逼近 袁崇焕严阵以待 他为了激励官兵士气 不惜划破手指写成血书 更是将母亲和妻子接到宁远 是与宁远共存亡 那一役 袁崇焕率领1万将士 与13万敌军血战三天三夜 最终取得胜利 这一战也是努尔哈赤的耻辱之战 据说在战斗他受伤了 不久便郁郁而终 黄太极继位后 为了报仇血恨 率兵再次攻打宁远和锦州 结果又被袁崇焕击退 眼看正面无法跟袁崇焕对峙 黄太极决定反其道而行之 1629年9月 黄太极亲率大军严辽和尔上 绕过袁崇焕重兵把守的山海关 从内蒙古南下一路朝北京城杀去 袁崇焕得知消息后 认为此事非同小可 只见他率部急行军三天三夜 终于赶在黄太极前抵达北京城 但是由于走的太极 后勤补给无法及时运到 加上朝廷相关官员 又是以种种借口拒绝掉拨粮草 结果先到的9000多名军 不得不忍计挨厄 或不担心 黄太极已经率部对北京城展开猛烈进攻 眼看北京城朝不保夕 袁崇焕则身先士卒 只见他策马冲锋在大军最前方 战士们士气大振 接连在广区门和左安门大败黄太极 不过 黄太极没有因此撤退 就在苦苦找寻进攻时机时 有部下奏报之前战斗中 俘虏了明朝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 黄成德 黄太极一听 记上心来 他决定用反剑技 于是 黄太极决定两手准备 一方面继续准备 向北京城发动更大的进攻 另一方面 离建元重唤和崇祯皇帝的君臣关系 他故意命人在关押杨春 黄成德的牢房隔壁秘密谈话 说是元重唤早已跟黄太极 有了陈下之盟 很快里应外合 我们即将顺利拿下北京城 两个太监下的魂飞魄散 当夜便趁着守卫不被逃走 并将听到的情报向成真皇帝汇报 常言道 自古帝王多才计 成真皇帝也是如此 纵观成真皇帝的一生 他虽有远大志向 可惜致大才疏 尽管成真皇帝 虽不像万历皇帝和天启皇帝那样昏庸 可他刚毕自用 无法挽狂澜于祭岛 扶大厦之江青 很不幸 崇祯皇帝似乎中了反见计 不久便将元重唤 以通敌叛国罪抓捕下狱 次年八月 崇祯皇帝下令 将元重唤公开凌迟处死 罪名是通鲁谋判 善主合议 专录大帅和世民道姿 在朝廷的大肆宣传下 京城老百姓信以为真 都认为元重唤是通敌叛国的叛徒 个个对他恨之入骨 名史记载 元重唤被凌迟那天 从监狱到刑场道路两边聚集了近万人 这些人不是为了送别元重唤 而是来吃他肉的 众所周知 封建社会酷刑众多 最残忍的死刑当属凌迟 也就是俗称的千刀万剐 为了实现杀一仅百的目的 跪四手对元重唤的凌迟 足足有三天之久 前后割了三千多刀 到最后元重唤只剩下一副骨架子 名墨章带在《石魁书后集》中 对此有详细记载 寸寸鸾割之 割肉一块 今师数万百姓 从贵四手争取生诞之 贵四乱扑 百姓以前争买其肉 请客利尽 开枪出其尝 为百姓群其抢之 得其一结者 和烧酒生孽 血流齿夹尖 犹拓得骂不已 使得其骨者 以当腐碎折之 骨肉俱进 对于那些不明真相的人 这是怎样一种痛恨 对于元重唤 这又是怎样一种悲哀 每当贵四手 从元重唤身上割下一片肉 都会被围观老百姓疯狂争抢 元重唤被杀时 刚满47岁 他短暂的一生就此结束 然而 崇祯皇帝觉得还不够 命人将元重唤的手机割下 悬挂在城门前的木杆上 而剩下的骨架子 则被轰抢一空 不出意外 至此已经没有人 敢再为元重唤说一句话 他们担心为此 被皇帝诛灭九族 可总有人坚信 元重唤是被冤枉的 总有人坚信 元重唤是一位大英雄 即便冒着株连九族也要去做 1630年8月16日深夜 一个瘦小的身影出现在西四排楼 只见他爬上木杆 取下元重唤的手机 随即消失在夜色中 我们不知道这位英雄的名字 史书上也没有留下他完整的名字 只知道他曾是元重唤的 一名贴身侍卫 姓蛇 我也不知道蛇一世 从哪里来的勇气 当时他无疑是一个小人物 可这注定是一个载入史册的大事件 和重要时刻 因为蛇一世 让世世代代的人们相信 无论英雄遭遇多大的抹黑 无论社会多么黑暗 公道大义仍在 从未断绝 事情还没有结束 蛇一世将元重唤头颅 悄悄葬在自家院子里 还立下一世言 家族之人要世世代代给元重唤守墓 至死不渝 蛇一世临终前 把所有家人叫到床边 向他们告诉自己 当年悄悄将元重唤头颅下葬 希望他们能一直守墓下去 家族子孙要好好读书 不许做官 更不许回南方老家 要世世代代为元重唤守墓 很遗憾 谁一世至死没能等到 元重唤冤屈平反 而他的子孙后代 也不敢丝毫透露先祖的壮举 元重唤被杀后 大明江河日下 短短十四年后的1644年 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入紫禁城 崇祯皇帝走投无路 最终在一名太监陪同下蹲上眉山 选择上吊结束自己的一生 明朝灭亡 几天后 崇祯皇帝的遗体被发现 在现场还发现了遗诏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崇祯皇帝在遗诏上写道 镇自登籍十七年 逆贼执逼金师 虽镇博德匪攻 上甘天怒 致逆贼执逼金师 然皆诸臣之 勿镇也 镇死 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 自去冠冕 以发负面 任贼分裂阵师 勿伤百姓一人 也是在这一年 清兵在山海关打败了李自成 随即攻入北京城 大明皇宫自此成为了清朝皇宫 乾隆四十九年 1784年 乾隆皇帝下诏为元崇幻平反 在史书清高宗史录中 详细记录了乾隆皇帝的原话 元崇幻都师寄疗 虽与我朝为难 但尚能终于所示 彼 始主暗政婚 不能庆其成捆 以致申离虫辟 申可敏策 虽然后人对乾隆皇帝 为元崇幻平反根源 视为崇儒重道 进而笼络汉族地主阶级 缓和满汉之间的矛盾 但是 这种说法显然颇为牵强 根据史书上的记载 元崇幻曾被下遇到凌迟 前后有半年时间 如此长的时间 基本上杜绝了崇祯皇帝 因为一时中了皇太极反剑际 而误杀元崇幻 不过 有了乾隆皇帝的平反 民间对元崇幻的祭祀 逐渐多了起来 而神异士的后代 也能公开自己的身份 并给元崇幻修建墓地 元崇幻墓地位于 北京崇文区东花市斜街52号 目前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乾隆年间 元崇幻墓地开始扩建 先后修建了祠和墓 其中祠有正房五间 乾隆的两端 即是那墙壁上 嵌有离己身传 重修明都师 元崇幻祠 墓碑等时刻 屋檐下则是夜宫绝静提 明代先列元都师 墓唐匾额 而元崇幻的首书 听语时刻则嵌于墙上 祠的后面就是元崇幻的墓地 里面葬着元崇幻头颅 这座墓地跟很多人想象中的不一样 看起来非常普通 水泥材质的墓种 墓碑上刻着青道光 十一年1831湖南巡抚 吴绒光提写的 明元大将军之墓 一侧稍小的墓种 是蛇异师墓地 从墓地情况来看 虽然看起来一般 可打扫的一尘不染 显然有人经常来打扫 自从蛇异师要求 子孙后代给元崇幻守墓后 这个家族到第十六代 都是家族长子来担任守墓人 直到第十七代 守墓人才成为了一位女性 她就是蛇幼之 蛇幼之父亲早亡 他很小时就跟在 第十六代守墓人 伯父的影响下 了解到家族一代代 给元崇幻守墓的故事 蛇幼之回忆说 我们先祖从广东来京后 先是购买了一块地 先祖原本是元大将军的 一个谋士 元大将军是广东东莞人 我先祖是广东顺德人 加上同乡的关系 两人比较近 在蛇幼之的记忆中 每年的清明节 中元节 韩时节 除夕 伯父就开始准备 各种祭祀的物品 他会提前到街上 购买一些水果 点心 茶 酒等 蛇幼之说 我们家族来自广东 北伐祭祀 一般是不放米饭的 我们就按照广东的习俗来 当贡品摆在香岸 上后 伯父先烧纸 磕头 然后是伯母和母亲 再是我堂哥和我 在特定的时候 还会烧船桥 新中国成立后 很多名人都曾来 祭拜元崇幻 这期间主要由蛇幼之的伯父 负责接待 1952年北京城改造 相关部门准备将 袁崇幻目的牵走 蛇幼之的伯父非常担心 他走访很多人求帮忙 当年5月14日 柳亚子 张世昭 李己生 叶公辍联名给毛主席写信 希望政府能保护 袁崇幻目的 毛主席熟识书 很快便做出批示 明末爱国领袖人物 袁崇幻先生慈妙事 已告彭真市长 如无大碍 应于保存 然而 袁崇幻目的在特殊时期 还是遭到了破坏 地上被刨了个大坑 袁大将军的墓碑 和先祖的墓碑 歪倒在一旁 或不担心 1970年的一天 蛇幻之下班后 跟平时一样 来到大伯家 结果发现人去乌空 大伯一家的不辞而别 让守墓的责任 全部落到了蛇幻之的肩上 他自此成为了 第17代守墓人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蛇幻之和丈夫焦丽江 为了保护袁崇幻 墓祠四处奔走 中文字幕 吴吴冻碑